50岁王菲肚子大到遮不住,谢霆锋当爹张柏芝儿子四个自败器回音。 王菲、谢霆锋、张柏芝这三人的三角恋情实在是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,自从爆料出王菲和谢霆锋是既大复合以来已经过去了很久,王菲谢霆锋复合之后过住神县眷侣般的生活,一直浓情避易,朝夕相处,一起旅行,一起窝在家里,谈情说爱,似乎恨不得把失去的那十年给弥补过来。 当年王菲谢霆锋在房间里吻得十分旺我,但因为没拉窗帘而意外曝光了恋情,然而最近这几年都在传,天后王菲已经怀孕了,不过谢霆锋却从不承认。 最近又爆料出49岁的王菲游了第三胎,甚至有狗仔队专门到香港去打探消息,不过却被谢霆锋怒对,你是不是想找死啊,跑这么远被人骂?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去采访。 在中秋节期间,王菲独自一人在逛某商场的婴儿用品商店,而且还看了一些铜装和铜鞋,王菲此行为实在是有些让大众摸不着头脑,而有些网友认为,王菲此次逛铜装店,很有可能代表着王菲终于喜事灵能有了谢霆锋的孩子。 但是最近,49岁的王菲素颜停住大肚子现身了某商场,还是不经意间被人拍搭了照片,曝光的照片中王菲停住大肚子在买衣服,但是这张照片没多久就又删除掉了,看来怀孕的可能性很大的。 之前也有人去采访了谢霆锋的大儿子,问他如果爸爸要再生一个小孩他会怎么想?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,谢霆锋的大儿子只回了四个字,不关卧室。 这四个字让人看着就心酸,看来张柏芝大儿子对谢霆锋真的是没有什么感情可言,毕竟谢霆锋离婚之后把孩子都给了张柏芝,自己和王菲逍遥自在去了,根本也没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。 大家觉得呢? 我们下期再见